记者张忠义高雄报道,华泛大学董事长物馆法师新书般若于美,一位法师的学佛杂记,今天在高雄深水观音禅寺举行新书发表会,吸引不少民众前来领悟佛法之美。 般若于美收录物馆法师2013-2017年间与脸书书写的短文近200篇,从谈诗,问话,说法的日常体现天台宗旨关入道法门,是物馆法师第一本著作。 物馆法师新书第一集原语流光不可攀多篇诗文描述作者景阳小云法师身前言行风范,也表达对恩师此事遗憾与感慨。 第二集物经容易习心难诉说生活佛学有花香茶色相伴,呼吟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轻松自在。 新书发表会由有陆出版社徐悔之社长主持,包括华泛大学高博园校长、总务长张壮熙教授、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校徐阳庆域、高雄师范大学学务城里金阳教授、台湾艺术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朱全斌教授等都出席语谈。 出版此书的有陆文化社长徐悔之说,五年前透过脸书认识无关法师,特别偏爱用词潜词深刻动人,读完短文对照人间,更能体会一切法,从因缘生而无所生真理,主动向法师提议出版计划,催生生平守部著作。 而胡岳刊社社长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朱建明推荐表示,新书不谈世俗所事,秀不到人间烟火气息,戏毒,食入心田,令人悸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